王院特議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第82條 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2條 終局評議由國民法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行之 依序討論事實認定法律之適用與可行 前向之評議應由法官及國民法官全程參與 並以審判長為主席 評議時審判長應肯切說明刑事審判基本原理 基本原則本案事實與法律之爭點及整理各項證據之調查結果 並與國民法官法官自主陳述意見及充分討論之機會 且致力確保國民法官善盡其獨立判斷之指責 審判長任有必要時應向國民法官說明 經法官合意決定之證據能力 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 訴訟程序之裁定及法令之解釋 國民法官應依前向之說明行使第一項鎖定之指權 評議時依依依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就事實之認定 法律之適用及科行個別陳述意見 國民法官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系屬少數意見 而拒絕對次因形評議之事項陳述意見 旁聽之被為國民法官不得參與討論及陳述意見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74條 終局評議由國民參與審判法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行之 依依依討論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與科行 前向之評議應由法官及國民法官全程參與 並以審判長為主席 被為國民法官經審判長許可者得旁聽之 評議時審判長應肯切說明行使審判基本原則 本案事實與法律之徵典及整理各項證據之調查結果 並與國民法官法官自主陳述意見及充分討論之機會 且致力確保國民法官善盡其獨立判斷之指責 審判長任有必要時應向國民法官說明 經法官合議決定之證據能力 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 訴訟程序之裁定及法令之解釋 國民法官應依前項之說明行使第一項鎖定之職權 評議時應依序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就事實之認定 法律之適用及科行個別陳述意見 國民法官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係數少數意見 而拒絕對刺意陰形評議之事項陳述意見 訪聽之被為國民法官不得參與討論及陳述意見 法院組織法第106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鎖定 屬於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應與保密 不得供閱覽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刪除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2條 中局評議由公民參與審判法庭法官與參審人共同行之 依序討論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與科行 前項之評議應由法官及參審人全程參與 並以審判長為主席 被為參審人經審判長許可者得旁聽之 評議時審判長應肯切說明刑事審判基本原則 本案事實與法律之爭典及整理各項證據之調查結果 並與參審人法官自主陳述意見及充分討論之機會 且致力確保參審人善盡其獨立判斷之責 審判長任有必要時應向參審人說明經法官合議決定之證據能力 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訴訟程序之裁定及法令之解釋 參審人應依前項之說明行使第一項所定之職權 評議時依依序由參審人及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行個別陳述意見 參審人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系數少數意見 而拒絕對次因應評議事項陳述意見 旁聽之被為參審人不得參與討論及陳述意見 法院組織法第106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鎖定屬於參審人之個人資料應與保密不得供閱覽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請張祺路委員 主席各位大院同仁我想我們今天已經進入第三天的審議了 我這邊很快的就是做一個說明 我們民眾黨這邊其實在這個部分終局評議的這個部分的這邊的條文 基本上我想跟這個原來的審查會的這個部分是幾乎是一致的了 那唯一大概可能現在在這個參審的這部分唯一跟就是民進黨版的這邊有些不同 那最主要是我們這邊提出來的就是在要在最後一項 關於這個法院組織法第106條第二項前段的這個情況 還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屬於國民法官的個人資料 是應與保護的這個部分 那不得提供閱覽 其實我們認為其實在這個國民法官的這個部分 其實關於他自己的個資還有在這個這個法院組織法中規範的 就是關於就是說對於這個案件當事人訴訟代理人這些等等的 他們這個申請閱覽評議的這個意見 這些事情應該也要嚴守這個秘密跟這個個資保護 其實就是在做這個地方的這個修正 我們也是建議就是說能夠採取民眾黨這邊的這個建議 因為其實這個終局的評議的話 關於國民法官他自己本身的相關的這些個資的保護 我想這是一個是定論才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他們參與了這樣子的一個公共服務 其實也應該要對他們有很好的這個個資保護 另外的話就是在對於他們這個評議的結果的這個部分 不管怎麼樣 他也應該也要有一個這個比較好的這個保護 在因為就是就法院組織法本身都已經有這些規範 所以我們這邊只是把它再寫出來比較更清楚 那也請就是大家給我們這個版本一個支持 以上謝謝 接著請陳玉珍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今天在這裡審議這個國民法官這個參審法這個 在討論最重要在討論說是用採用這個參審制還是陪審制 那本席認為不管是參審制或是陪審制這兩種選擇 不應該是一種藍綠的這種對決 這是一個攸關我國司法改革的這個重大事項 我期望在場的各位民進黨執政黨的委員 不要用黨意來凌駕民意 應該讓人民的聲音透過我們國會議員的這個 國會議員在這裡來表達出來 那什麼叫做民意呢 我們看到民進司法改革基因會有公佈一個民調 結果有顯示有高達2%的民眾認為台灣的司法改革應該採用陪審制 高達8成的民眾認為應該採用陪審制 那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場的各位 尤其我們的這個執政黨的委員們 就一直要堅持採用參審制 那如果各位對於這個陪審制有高度的質疑 至少也應該給陪審制一個試行的空間 試行5年以後來看看到底是陪審制還是參審制 比較適合我國的這個民情 那這個也不失為一種折衷的方案 不理解各位到底在堅持什麼 我剛剛聽到黃世杰委員說 他說這個因為現在就是沒有比較沒有所謂的恐龍法官 我覺得可能黃世杰委員是我們民進黨執政黨的委員 所以他的認知跟我們這個社會大眾的認知比較不一樣 然後參審制有學者形容就好像把 三隻大野狼跟六隻小白兔關在一起 大野狼會吃掉所有的這個小白兔 德國制度呢 一名法官就可以吃掉所有的小白兔 更何況現在司法院所提出的國民法官 這個草案這個獨步全球的這個三名職業法官 這種制度呢是把人民當當作花瓶 是一種半套的半套的這個假改革 那台灣的司法改革呢已經喊了超過30年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那改到了今天還是司法院說了算 那司法改革的成效不彰 造成我國的人民對司法的審判的這個不信任感 信任度就是非常的這個低 那這個改革方案今天大家還要遵行的 還是司法院這些不被人民所信的這些司法院所提出來 法官所提出來這個改革方案 那這樣人民會有信任感嗎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讀這個禮燒的時候 屈原有一個禮燒 他說為什麼 習日之芳草今日之宵愛 在座的各位都是國家的精英 當初你們口口聲聲一直堅持要采用賠審制 在你們完全執政民黨完全執政以後 就是絕對的跳票 那我想大家現在夜深冷靜的時候 也可以靜下心來想想 接著請張玉梅委員 主席各位同事 本條討論的是終極評議 參審制的基本精神在於 法官與國民是橫向結構的關係 但這卻是有可能發生權威引導的效應 權威引導效應會發生在兩處 一個是在中間討論階段 由職業法官帶著國民法官 共同討論市政 如何確保國民法官敢於 對抗權威的效益 另一則則是與本條相關的 終極評議 由三位職業的法官 和六位國民法官 共同決定有罪或者無罪 至於量刑 甚至於量刑 缺乏法律專業的國民 如何能不受到法官影響 和獨立決定呢 日本曾經進行裁判 裁判員制 也就是參審制的十週年的檢討 提到法官漸漸熟悉制度之後 會在評議的過程中 出現了老師指導學生 這個問題 久而久之會變成法官 為了案件的順利 用他的地位還有專業來引導 國民法官進行市政的變毒 而國民法官並不是法律的專業 會不自覺的倒向法官 進而導致人民聲音在 和審的過程中慢慢的消失 就失去人民參與的本意了 以司法案司法院的草案 終局評議採取的是秘密評議 國民法官更易受到牽制 繼而導致評議的結果 這是法官他想要的結果 等於回到了職業法官的審判 國民法官反而輪為背書的工具 如果是這樣 反而讓職業法官有更好的理由 推脫判決的結果 把責任全部推給國民法官 變成有權無責 所以我要呼籲民進黨從善如流 今天要引進社會民眾的力量 進入司法體系 共同輔助與平衡的判決 就應該貫徹到底 請行政院必須重新審慎的思考 好事不能只做到一半 接著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今天在這個深夜 終於來到了這個終局評議這個法條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感慨 因為在2011年 當時我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有一天我跟著我的指導律師到司法院 那在那個時候看到司法院這個書副院長在討論這個關審制 那我自己回來的時候我也會覺得說奇怪 那弄一個關審制 然後讓大家在這邊看一個人給他三千塊 看完之後什麼都不能夠決定 那這到底算什麼樣的人民參與審判 那過了 現在來到了2020年的時候 我在今年的2月 事實上剛上任的時候 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秘書長 他就來到我的辦公室 跟我說明說 司法院即將要這個送的這個所謂的國民法官法 我看到他的這個條文的時候 我真的是蠻錯愕的 因為他去年送來是7年以上有歧行之罪 就已經被這個法學界所批評了 結果今年送來是10年以上有歧行之罪 那範圍更窄 那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那唯一能夠說得出的所以然來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日本裁判原制 因為日本一億多人 他適用了案件 然後這個看起來只有1000件 那所以你看到司法院版本82條的時候 他後面這個修正動議的理由 他就是引用了這個日本裁判原法第66條第五項 那實在力量的這個評議 說實在的沒什麼特別的 他就是一個陪審團 有九個人的陪審團的這個的終局評議 那這個跟其他的世界其他的五十二個國家的陪審團的評議 事實上是大同小異 那就是說這個陪審團的評議 是由陪審團的陪審員然後自己來決定 那當然不是說法官去參與這樣子 那反而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司法院這個版本到底為什麼 你要選擇一個比較法來學習的時候 我國法治的土壤跟日本的行政制度 說實在的雖然沒有到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體系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用日本裁判原法 然後66條第三項說 那我們就是要來學習這個東西 說實在的完全沒有辦法說服人 唯一能夠說服大家的 或者是說唯一能夠提出一個理由 就是說他的適用範圍很窄 但是這樣的適用範圍很窄的狀況 真的適合台灣嗎 真的適合台灣現在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我們來回答我們 我們來發言 還有一分鐘 我們來發言 我們來發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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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结结果 出席74人 赞成7人 赞成3人 反对51人 弃全20人 赞成者少数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出席73人 赞成5人 反对51人 弃全17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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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当我们 希望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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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5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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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 提出的 各位回到 只要 面对对 主持人 感谢观看 那 请教 针对对 陈迫 法草案51条会完成 他会发起联署 并且获得17位委员的支持 反观司法院 拟推动参审制 至今还没有草案 他另外提案推动陪审制的 配套法案 修改刑事诉讼法 改起诉状一本主义 2017年到现在不过三年 为什么现在执政党 可以着视经非成如此 我们希望执政党好好的思考 谢谢 接着请陈嘉华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我们每个人一定都很 很奇怪 为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争议的 这个法条内容 为什么那么多条都要保留 所以期待 如果以后有相关法案的审议 能够尽量在委员会里面 在协商里面 能够尽量有共识 否则我们就不用这样熬夜 来讨论这个 好像并没有什么 多大争议的法条内容 在85条 在85条这边 时代力量是79条 那这一条的主要的内容是保密的规定 除了名词差异之外 实质内容是相同的 然后在法院组织法第106条 第一项也有相同的规定 立法目的在于避免影响审判的结果 另外依据司法院的说明 在整个案件结束后 事实上是希望国民法官能够将自己 在审判中的所见所闻 和大众分享 进而促进人民了解司法 拉近人民与司法的距离 以上谢谢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表决结结果 出席73人 赞认3人 反对52人 弃权18人 赞认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发生了一条文明党团修正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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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党团修正东一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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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党团 出席73人 贊成5人 反對51人 棄權17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出席相釋詞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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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73人 赞成14人 反对51人 弃权8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73人 赞成51人 反对17人 弃权5人 赞成者多数85条 照民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86条 民进党党团修正东一第86条 中局评议终结者 却有特别清醒酒爱 应及宣誓判决 宣誓判决因朗读主文 说明其意义 但科刑判决得仅宣誓所犯之 罪及主刑 宣誓判决因通知国民法官到庭 但国民法官未到庭 亦得为之 判决经宣誓后 致辞应于判决宣誓之日 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民众党党团修正东一第78条 中局评议终结者 却有特别清醒外 应及宣誓判决 宣誓判决因朗读主文 说明其意义 但科刑判决得仅宣誓所犯之罪及主刑 宣誓判决因通知国民法官到庭 但国民法官未到庭 亦得为之 判决经宣誓后 致辞应于判决宣誓之日 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时代量党团修正东一第80条 宣誓判决因朗读主文 说明其意义 但科刑判决得仅宣誓所犯之罪及主刑 宣誓判决不问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是否在场 均有效力 判决经宣誓后 因此判决宣誓之日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民党党党团修正东一第86条 中局评议终结者 除有特别情形外 因及宣誓判决 宣誓判决因朗读主文 说明其意义 但科刑判决得仅宣誓所犯之罪及主刑 宣誓判决因通知参审人到庭 但参审人未到庭 亦得为之 判决经宣誓后 致持应于判决宣誓之日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发言 请王婉玉委员 我们一直有看到很多人批评陪审制 是因为认为陪审制没有判决书 不需要把理由详细列下来 但是其实在实在力量版本的第80条 跟司法院版本的第86条 这里面其实都载明了一样的部分 就是判决经宣誓之后 因自判决宣誓之日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这里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部分并没有不同 由这些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人民对于参审对于陪审 又或者是包括各位 对于参审和陪审之间的理解 并不完整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 在临时会的期间 我们就冲速的希望 能够将民进党团或司法院版本的参审 是强行的通过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司法改革 希望让人民重拾对司法的信心 我们就应该做好充分的沟通 至少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参审 为什么要支持陪审 而不是抓到一个不实的说 不实的部分就来做批评 来做评断 包括刚刚我上一次的发言 其实也提到 关于量刑的部分 我们也应该要非常的严谨 因为这毕竟真的不是一个 买卖而已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 简单事件而已 它可能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影响了一个家庭的一生 也可能影响了一个人的人命 所以不管是支持陪审 或是支持参审 即便是支持参审 我觉得在这个法条的优化 以及在内容的部分 其实都有更多充足讨论的必要性 以及空间 我们应该要推出来的是 一个能够对人民负责的法案 而不是仓促的通过一个 仿佛是进行了司法的改革 但实际上内容却是非常的多的 却造成了更多的疑虑 更加的破坏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谢谢 接着请林司明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晚安 我想这个从86条的立法 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得出来 这部法 这个参审法的立法 真的是非常的仓促 极旧章 为什么这样讲 我想成86条的几个条文 我们可以看 我跟大家来做一下分析 第86条讲说 中局平易终结者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及时宣判 那么这个所谓的 除有特别情形外 我们看他的立法理由 所谓的特别情形如 平易至深夜或遭遇地震 台风水患 只不能按原定时程宣示 判决等不肯抗议之因素 那所谓的 因为在平易 中局平易终结的时候 因为特别情形遇到台风水患 只不能按原定时程来及时宣判 我们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在81条规定 中局平易后 就应于辩论终结后 即时行之 既然能行辩论终结 怎么可能会有特别情形 会造成说没有办法及时宣判 所以这个条文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 宣示判决因通知国民法官到庭 但国民法官为到庭的义得为之 这个又很奇怪了 既然中局平易终结后 应及时宣判 那国民法官都在场参与 这个平易 中局的平易 怎么可能还要通知国民法官到庄呢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但书规定的更奇怪 但国民法官为到庭者一得为之 各位想想 国民是当法官 你有看过宣判的时候 法官没到场了吗 法官可以不到场来宣判了吗 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只有看到说 被告不到场可以做宣判 但是法官既然叫做国民法官 他就一定要在宣判的时候到在场 所以这个但书规定的也非常的奇怪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参审制造成法官的前卫效应 这一点我们对于这个 从平易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局平易 是法官带着我们的国民 共同讨论事正 共同决定有罪或无罪 甚至良心 缺乏专业的国民 怎么可能来独立决定 而不受到法官的影响 日本在进行他们的裁判员 自十周年的时候 他们做出一个检讨 他们提到法官如果渐渐熟悉心智之后 会在平易时出现类似 老师指导学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久而久之 法官为了让案件顺利 就会用他的专业 引导我们的国民法官 进行事正的一个变毒 所以裁判员 也就是国民法官 欠缺法律的专业 会不自觉的 他就倒向法官 所以导致人民的声音 在参审过程中慢慢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国民党提出的参审 接着请温玉霞为人 主席 各位同仁晚安 针对第86条 国民党的再修正动议和审查通过的条文里面的意思 是相同的 只是名词上的不同 86条共有四项 第一项 为何公民参与审判的立法宗旨 避免中局 庭审的终结后 参审人或法官又更改其意见 所以甚至施行下讨论的评议 以至于产生审判的公正性和疑议 所以才公民参与审判的案件在终局评审结束后 除特别有情形外来 即应及宣判应及判决 因此 定定第一项 而所谓的特别情形 例如 刚刚谈到的 评审到深夜 评议到深夜 或是遭到地震 台风 水犯 不能按原定时程宣判 绝不可能 或是不可抗抗的因素 第二项 为此宣示判决 确切表达法院的评议决定 以免产生无意义的纷扰 因此宣判判决 以郎读读文 并说明其意义以威信 又有罪判指决 读文指内容 刑事诉讼第309条固有明文 但公民参与审判的案件 在终局评审结后 还没有制作判决事之前 就应该宣示判决 时间上会当紧迫 所以就苛刑判决 只宣示所犯罪之主刑 因为这才是当事人 辩护人最为重视的 第三项 宣示判决 乃公民参与审判法庭评议 对于判决主文的宣告 原则上 审判参选人需应到庭 然而在评议终结后 参选人无法到庭时 应未免参与三省人为到庭 而产生宣示判决 效率的争议 因此 参考日本裁判员 对第63条的规定 与第三项明定宣示判决 应通知参选人到庭 但参选人为到庭 以得为之 第四项 判决宣示 法官乃需有相当时间的制作判决原本 因此在第四项明定判决经宣示者 法院制止应以判决宣示之日起 30日内将判决原本交互司机关 然第86条 和审查会通过的条文 意思一样 只是名词的不同 本席还是要重申 今天通过国民法官法 到底能夺到多少民意的支持 仓促的立法是提升 人民对司法信心吗 这个也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谢谢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义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711人,赞成3人,反对49人,弃权19人 赞成者少数,修正动义条文不通过 请问院会本条,照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义条文通过有意义 没有意义,86条,照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义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87条,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义第87条 国民法官法庭宣誓之判决,由法官制作判决书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经国民法官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义第79条 国民参与审判法庭宣誓之判决,由法官制作判决书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经国民法官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时代任量党团修正动义第81条 依本法宣誓之判决,由审判长制作判决书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经陪审员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义第87条 公民参与审判法庭宣誓之判决,由法官制作判决书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经参与审判人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发言,请林维州委员 这个深夜时刻 在立法院外 推动陪审制的朋友们还在静坐 那么他们已经在那边一个月了 以前都跟各位在座的很多民进党的朋友一起推动陪审制 我愿意利用我的一点时间给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的身影在立法院永久留下见证 我们来声音 司法当局如果能够有欢喜能力 能够自华改革 今天台湾司法的信赖度也不会这么低 也不需要司法博士会议 民进党为司法院的草案背书 要排除陪审,排除两岸事情 其实这些表演理由都不存在 真正的理由是不相信人民 那更深层来说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台湾的人民有一定的数字 是可以胜任陪审的 数百年的陪审 五十个国家产行的陪审 没有不能在台湾事情的道理 从一个角度来看 政政党其实可以更谦卑的去倾听人民的声音 大家知道华律人其实是很封闭的一个文化 很单一的一个文化 跟外界很少沟通跟交流 那这样的一个司法人民不行了 那如果能够让人民更形成多元的文化来进来 这个队伍司法是好的 那么参审仍然是法律人上对下的感觉 虽然你是三个还是上对下 但陪审才是真正让人民能够直接在这里面做决定 那么法律人真正的能够倾听 那我要讲的是说执政者真的要用心灵的耳朵去倾听人民在司法当中的痛苦 愤怒 失望 纳喊的那种声音 为人民选择一个最好的制度 司法当局 为人民选择最好的司法制度 这个是很多民进党委员以前坚持的理念跟价值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大转弯 屈服于司法院的版本 我们留下记录吧 接着请葉玉兰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晚安 昨天的白天 我也到中山南路 我们立法院的大门口 去看了那群为他们的理想 仍然在静坐的民间司改会的先进们 民间司改会 除了静坐之外 他们也用民调 来告诉大家 到底台湾的民众 有多少人 他们是愿意支持 陪审至 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支持 参审 与陪审两制 并行的 有百分之八十三点四 民进党却要在临时会中 强行表决通过支持率最低的参审制 司改会 过去一向非常支持民进党的司改会 已经强力呼吁民进党悬崖勒马 不要在临时会草率立法 本席也要向蔡总统呼吁 完全执政 还是必须要倾听民意 司法院一意孤行 不理会陪审制 与民间反弹 坚持要通过参审制的法案 甚至无视过去侵略的个别团体 社团等的劝阻 今天民进党要强行表决 这是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的不致决定 在野党全面反对 民众不理解下 还要蛮干到几时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如果民进党执政后 都要用临时会 来处理重大法案 跳过立法应该要有的委员会 工厅会 只想靠表决 这是多数暴力 这是执政傲慢 当外界反对后 变本加厉 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 如果一条都不改 到底要把民众 要把民意放在哪里 把民主放在哪里 整部法案没有共识 其余争议条文几乎都保留了 今天还要用多数暴力 来碾压在野党 国人不会相信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司法改革 陪审制是台湾人的百年追求 从蒋卫水、许世贤等 过去都是支持陪审制 连我们民进党的先进们 你们在民国八十八年 都已经把它列为党纲 接着请陈嘉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针对八十七条 在参审制这边 主要是 主要是 针对 参审制是由法官制作判决书 然后应记载本件 经国民法官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在时代力量 相同的修正动议是 陪审制是由 审判长制作判决书 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 经陪审员全体参与审判之旨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审查 还有协商的过程 司法院一再表示陪审制没有判决书 在时代力量的这个版本 是有这个制作判决书的这个部分 那参审跟陪审是哪一个容易呢 其实参审的这个执行的这个难度 并不会比陪审低 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挑选这个国民法官的行政程序是差不多的 而且都是针对重大案件 在美国呢 大约只有1%的这个案件会采用陪审团 不会对社会造成这个额外太多的负担 那我们知道司法院一再表示是这个经费的问题 无法实施这个陪审或者是两岸并程 在这里我想经过这几天的讨论呢 其实这个理由是不足够的 所以在此时代力量建议司法院能够再重新去检讨 其实符合民间的这个期待 还是应该尽速采行陪审 再强调其实数十个国家执行的实行的这个陪审 难道台湾行不通吗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表决是在力量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是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三国家扭植 静签 蛋 表決結果 出席72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棄權19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東一條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基民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勞職取得到 雙徹 勞職取得到 成大 雙徹 勞職取得到 勞職取得到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5人 反對50人 棄權17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東一條 我們不通過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林代化委員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令人們都合意見一位 制作者 私の名前は 私は博物館を 私は博物館の 博物館を 私に博物館を 博物館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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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14人 反對50人 棄權8人 贊成者少數 民進黨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進行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郭文貴司司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贊成50人 反對17人 弃權5人 贊成者多數 87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88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8條 有罪之判決書 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得僅記載證據名稱 其對重要徵點判斷之理由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0條 有罪之判決書 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得僅記載證據名稱 其對重要徵點判斷之理由 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10條 第1款第2款之規定 時代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2條 前條之判決書 除別有規定外 判決理由之記載得以評決結果及科刑建議代之 但審判長依第78條 與陪審團共同決定之死刑科處 應由審判長於判決書中記載科刑之理由 審判長依第78條 規定所自為之保安處分之欲之 應由審判長於判決書中記載理由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8條 有罪之判決書 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得僅記載證據名稱 其對重要徵點判斷之理由 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10條 第1款第2款之規定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 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看到這一條覺得非常的感慨 事實上從這個我們的80條到81條到82條 也就是現在對應司法院版本的88條 都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實例的陪審法就是會有判決書 那這個司法院包括司法院長 他一再的表示說陪審制他就沒有判決書 所以這樣的話就不能夠實行陪審制 第二個理由說陪審制沒有上訴 所以他就沒辦法再實行陪審制 下面這個第5節不就是上訴嗎 而且我覺得司法院的版本 事實上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在二審的時候 他又回覆到了職業法官在審判 這個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在全台灣的高院 包括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高分院 高雄高分院 台南高分院 花蓮高分院 這5個高等法院 是沒有任何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 所以當他一審的時候 實驗以上有期突進之罪 把他用到非常的窄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說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到了二審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了 那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 像這種案件 他不是刑事訴訟法376之罪 什麼意思 他一定會上訴到第三審 那他在上訴到第三審的時候 像這種案件 基本上他就會在一審判了之後到二審 二審之後到三審 在二審跟三審直接不斷的來回更審 比如說秋和順案更審了11次 比如說我經辦過的案件 也有更審過8次的 所以就這個部分到最後的結果就是說跟地方法院說實在的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關係了 所以司法院的這一些這個法官他當然非常清楚 他要把你控制在一個他能夠控制的範圍之內 其實講白了 就是我一審的時候讓你用一個非常少的案件 然後讓你在做這個人民參審的時候 我到二審三審之後 我再讓職業法官自己來處理就好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為什麼全球你即便說 這個陪審制這個要有判決 那個不能有判決書啦 所以不要有陪審制 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 西班牙比利時包括實力的版本都有判決書 這不是一個理由 上述也是一樣的這個狀況 那你想來想去 只會有一個重點 就是全世界全球找到最後發現說有一個地方 他如果是說陪審制是在最左邊的話 職業法官判獨步全球 像現在這個案件在最右邊的話 他就往右邊再給你再靠過來一點點 但是離真正的就是說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這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所以就這部分從這個80條82條都可以看得出來 實力的陪審法有判決書 跟施法院的版本有判決書 沒有什麼不一樣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好我接續邱潛志委員剛剛講的題目 民進黨的委員一再發言 攻擊陪審制 說陪審制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沒有辦法施行 我把它歸納起來了 就是說第一 當他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時候 Hung Jury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台灣人民可以接受嗎 就釋放了 那事實上 第一個我當然昨天有講過 這就是無罪推定主義最重要的精神 當你沒有辦法完全一致確定被告有罪的時候 那不就證明他沒罪嗎 這個不就是無罪推定主義的精神 譬如說用絕對多數或是法官再次評議 好這個是你們一再攻擊說 陪審制就行不通了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說沒有判決書 剛剛邱潛志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 有的國家是有判決書的 時代力量的版本裡面的陪審制也有判決書的 你們就弄一個稻草人來打 說人家就是沒有判決書明明就有判決書 好再來常常講說不能上訴 剛剛邱委員也講了 可以暢訴啊 很多國家也可以陪審制也可以上訴啊 你們就找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不能上訴的 然後來攻擊陪審制 說因為這樣不能上訴 國民無法接受 奇怪了 你們當時在支持陪審制的時候 是怎麼講的 另外最後一點 常常講說國民法官關在一個房間 都是庶民根本做不出結論 這也要解決辦法 像民眾黨的版本 有一位職業法官參與 但是不參與評議 在專業的法條引用 或是證據法則不清楚的時候 可以給予指引 但是不會發生權威效應 也不做最終的評議 這也可以解決問題啊 為什麼一再的說 陪審制不能改革呢 現在請葉玉蘭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知道審判制度的歷史 最早是所謂的審判 審判是透過神的旨意來進行決斷 把你放到水裡或是火裡面 看看會不會沉下去 會不會燒傷 來決定有沒有犯罪 因此審判是不需要有理由的 而英格蘭的陪審制度的歷史 是從證據演進到裁決 最早的陪審制度 只是證據方法之一種 到近代之後才加入裁決的要素 採取所謂參審制的國家中 例如法國的重罪參審 它的評議結果 並沒有需要去覆理由 所以如果說判決不負理由為限 恐怕不只是陪審 參審也會有這樣的疑問 司法院在反對陪審制的最初的理由 就是司法院長說 他很難想像判決不負理由 可以在正當的法律程序上面站得住腳 那本席請問 這條的立法 司法院是不是應該要站出來反對 顯然反對陪審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腳 本席要再次的提醒 陪審團審判的判決之所以不負理由 是因被告永無犯罪其認定的權利 專屬於陪審團 而陪審團在判決之前的評議過程中 承辦此案的法官依法不能進入評議室 所以法官對陪審團判決被告有罪或無罪 無從得知所有陪審員的新證是如何形成的 新證既非法官所形成 法官當然沒有辦法寫出判決理由 這應該是陪審團審判所必然呈現的情況 本席利用這些文字來闡述第88條 僅記載爭典判斷並未強制判決負理由 這條立法精神完全就是來自陪審制 為何民進黨執政之後 就忘了你們曾經承諾要推動的陪審制呢 本席認為從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到國民法官法的條文有這麼多的爭議 如果這麼短的時間 民進黨就要用多數其次來表決 這並不是蔡總統所說的溝通 接著請吳秉睿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前面兩個國民黨的委員 就是我們的林維州跟葉宇蘭兩位委員所講的 他在講到陪審到底有沒有判決書 有沒有判決理由這件事情 兩個講的完全相反 如果大家不是在半夢半醒之間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耳朵錯亂了 因為就我所瞭解的陪審制 陪審團是決定有沒有罪 當決定有罪之後如何適用法律來量刑 那是法官的工作 那因為由陪審員來決定有沒有罪 試一下看 就是剛剛葉宇蘭委員所講的意思一樣 那誰來寫判決書呢 如果你所謂的判決書 就是只是勾有沒有罪的話 那是我們現在大家所認識的判決書嗎 你可以取另外一個名字 但是那不叫現在的判決書 不是我們中華民國現在台灣的國民 所認識的判決書 因為法官沒有參加評議 沒有參加有無罪的認定 所以他如何去製作判決書呢 那在這個地方講說沒有判決書 那上訴是怎麼一回事 被告如果被判無罪 檢察官是不能上訴的 但是被告被判有罪的時候 被告這一邊是可以上訴的 台灣的國人國民感情 可以接受兩個當事人 當原告敗訴不能上訴 被告敗訴可以上訴 然後沒有判決書 我想我們今天要試行 這個所謂的國民參與審判 這樣子的讓國民主權原則 進到我們的司法系統來 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試著去做 我再次跟求選制委員報告 今天所要做的不是最終局的結論 大家都知道這個要先試行六年之後 如果可行的話會擴大會推廣 而不是說永遠就是這樣 那當你開始要試的時候 你當然一定要步伐要很小心 如果你過度擴大 使得這個事情的結果 為大家所不能接受不能滿意的時候 或是說造成混亂的時候 又會造成另外一種評價 如果我們要遵守國民主權原則 讓國民參與審判 讓這樣的制度可以開始走的話 我覺得第一階段 先小幅度 四行六年時間到之後 如果成績良好 我們加強推廣擴大範圍 那是可行的 不要把最後回到今天我要講的主題 所謂的判決書 我們認知的判決書 跟你現在講的判決書是不一樣 你說的可以上訴 是指被告被判有罪之後可以上訴 所以我是覺得不要在這個地方用相同的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一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基民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0人,弃权19人,赞成者少数,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报告院会因为民众党国民党分别所提,修正东一条文相同,我们一并处理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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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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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者多数第88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请宣读民众党党团提案第二款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款陪审制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款名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民众党团修正动议会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全17人,赞成者少数 修正动议款名不予采纳 现在进行民众党党团提案第83条,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80条之一 行陪审制之终局评议,由国民法官组成陪审团行之 依序讨论事实之认定与法律之适用 国民法官应全程参与前项之评议 并以过半数之决定,互推议人为主席 主持终局评议之讨论 被为国民法官经主席许可者得旁听之 国民法官不得于评议开始前讨论案情 各国民法官于评议时均有充分表达意见之权利 主席应促使各国民法官参与讨论 评议程序中经过半数国民法官任由必要者 得由主席请求审判长以言辞或书面 就特定之项向全体国民法官为必要之说明 或向审判长请求调阅 于审判期日中调查证据笔录录音及录影内容 审判长依前项规定向全体国民法官说明时 应通知检察官及辩护人到场 前项请求其审判长之说明与处置 应记载于笔录第74条第7项至第9项第76条及第77条 于陪审制准用之 时代列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5条 终止评议由9名陪审员组成之陪审团行之 前项程序应有9名陪审员全程参与 并以过半数之决定互选一人为陪审团主席 陪审团不得于评议开始前讨论案情 评议之讨论由陪审团主席组织之 各陪审员于评议时均有充分表达意见之权利 陪审团主席应促使各陪审员参与讨论 被位陪审员得于终局评议时 在场旁听但不得参与讨论 陪审员就评议所出现之程序上征职 得请求审判长以裁定解决之 前项裁定不得抗告 评议程序中经过半数陪审员任由必要者 得由陪审团主席请求审判长 以言辞或书面就特定事项为必要之说明 或向审判长请求调阅于审判期日中调查之证据 笔录及录音带 审判长依前项规定向全体陪审员说明时 应通知检察官及辩护人到场 前项请求及审判长之说明于处置 应记载于笔录 终局评议于当日不能终结者 除了有特别情形外应于一日接续为之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反正 感谢观看 表结果出席71人 赞成8人 反对49人 弃全14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精明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72人 赞成5人 反对50人 弃全17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予采纳 现在进行民众党团提案84条 行宣读 民进党党团修正东一 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东一 第80条之二 行陪险置之案件 审判长应听取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后 就犯罪是否成立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结果之重要争点 做成书面交付国民法官并口头告之 审判长做成代决评决书前 应听取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后 列举犯罪是否成立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结果之重要争点问题 交由国民法官评决并填写 第一项口头告之应记载于笔录 国民法官应就被告经起诉之各项罪名 以陪审团全体一致决分别作出评决 评决结果应记载于评决书 并由全体国民法官签名 国民法官拒绝签名者 应由陪审团主席再明其之 评决结果应由主席将前项评决书交付于审判长 于公开法庭宣誓之 评决结果宣誓后 审判长应依当事人之申请 令全体国民法官各自表明其所为之评决决定 其结果与评决书记载不符者 判长应裁定废弃评决书 并是情形依职权为下列裁定 一命陪审团续行讨论 二更正评决书之内容 三宣告陪审团无法达成评决 当事人位于评决结果宣誓后 及时提出前项申请者 不得对评决书记载内容之正确性声明意义 第75条第三项及第四项之规定 于陪审制准用之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6条 审判长应就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存在 被告有罪与否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结果之重要征点 于听取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后 于评决书条列 并交付评决书与陪审团进行评决 陪审团应就被告 因起诉之各项罪名 以陪审团全体一致决分别作出评决 评决结果应记载于 被审判长所交付之评决书 并由全体陪审员签名 陪审员拒绝签名者 应由陪审团主席在明其职 评决结果应由陪审团主席 将前项评决书交付于审判长 于公开法庭宣誓之 但审判长发现评决书 就犯罪构成要件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结果之重要征点之认定 与被告有罪与否之评决结果 先有矛盾者 应裁定废弃评决书 并以裁定命陪审团续行讨论 评决结果宣誓后 审判长应以当事人之申请 命全体陪审员各自表明其所 为之评决决定 其结果与评决书记载不符者 审判长应裁定废弃评决书 并是情形依止权为下列裁定 一 命陪审团续行讨论 二 更正评决书之内容 三 宣告陪审团无法达成评决 当事人位于评决结果宣誓后 及时提出前项申请者 不得对评决书记载内容之正确性 声明意义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完毕 展出现 中国人 享用 英章 都 冷 人 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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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解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17人 赞成者少数民众党修正动议条文不予采纳 现在进行民众党党团提案第85条请宣读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80条之三 法定刑由死刑之案件审判长应于有罪判决宣誓后 立即叫及国民法官进行科刑审理程序 其辩论顺序如下 一检察官 二被告及辩护人 于科刑辩论程序终结后 由国民法官进行科刑之评议 如评决结果一致决为死刑 因经审判长同意 使得为死刑之宣告 非死刑之科刑由判长单独召开科刑审理程序 依第一项之顺序辩论后决定之 科刑辩论前应与到场之告诉人 被害人或其家属 只有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众党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接 Avec todo 明镜 exist at 솔직히 拟责心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 修正动议条文不予采纳 请宣读民众党党团提案第86条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80条之四 为无罪之宣告时,审判长对国民法官书面指示及评决书,其为无罪判决书 唯一有罪之宣告时,有罪判决书包括前项之书面指示、评决书及量刑理由之笔录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快速决定 民众党团修正动议 民众党团修正动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解結果 審判長 至申請者 视为撤回起诉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7条 陪选团无法依前条规定做成评约者 应由陪选团主席报告 审判长 由审判长裁定 命陪选团续行讨论 或宣告陪选团无法达成评约 审判长 宣告陪选团无法达成评约者 应于公开法庭为之 并及时裁定 解任全体陪选员 检察官于前项宣告 后30日内 得以书面申请重新践行陪选员选认程序 更新审判程序 检察官未依前项规定提出申请者 视为撤回起诉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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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 中文字幕——YK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8人 反對50人 棄權14人 贊成者少數 直接令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眾黨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反決 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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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5人 反對50人 棄權17人 贊成者少數 民眾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予採納 請宣讀第89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9條 國民法官不至第12條第一項所定之資格 或有第13條第14條所定情形者 不得為上述之理由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1條 陪審制之國民法官對被告為一致絕之無罪判決 檢察官不得上述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線 一 審判長之審判程序由具體重大違背法令之情形 二 國民法官由具體違法情形 三 國民法官不具第12條第一項所定資格 或有第13條第14條所定情形 被告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上述時 前項第三款 亦得為上述理由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3條 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得上述於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亦得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述 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 亦得上述 宣告此刑事案件 原程法院因不待上述 依職權禁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 前項請刑事為被告已提起上述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9條 參審人不至第13條第一項所定資格 或有第13條第14條所定情形者 不得為上述之理由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 請鄭麗文委員 主席 聽了這個民進黨的論述 其實就這整個過程 我的觀察 為什麼跟民進黨的黨綱 跟長期追尋的目標落差這麼大 再加上兩次總統的大選 跟就職的演說 不斷地強調司法的改革 那麼這一屆 又比上一屆的立法院 更加的保守 幅度減少很多 這是之所以大家錯愕的原因 那這都是因為蔡英文 聽信一個人 就是許宗立 所代表的司法官僚體系 最保守的一個意見 那這個過程不禁讓我想到 連想到香港的雨傘運動 因為當年中共答應的真普選 沒有想到在2014年的831決定裡頭 跟香港民眾所期待的改革落差非常大 所以831的決定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度的民主 當時香港民眾非常的憤怒不能接受 認為被騙 改革跳票 但是當時香港議會的建制派 勸大家要帶住先 改革步伐要穩健 一次不要太大 免得在這過程當中大家受傷更深 結果建制派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 所以今天我們從自由時報的社論 從陳水扁前總統的反應 可以看得出來蔡英文一個人的決定 導致整個民進黨深受內傷 深受重傷 恐怕未來會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謝謝 接著請葉玉蘭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晚安 我們前大法官許玉秀老師 在私改國次會議之後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他說其實一個理想的制度 一定有法官的獨立 獨任制 也會有參審制 也會有陪審制 這三種制度並行是可行的 除非民進黨認為徐玉秀老師的意見 不值得採納 不然顯然並行制度不會是問題的 在公聽會期間 徐秀老師直接表達他對民進黨 強推參審制的不滿 首先在私改國次會議中 陪審制得票比參審制更高 雖然都沒有過半 但除非民進黨召開這個私改國次會議 真的是像外面所說的是玩假的 否則這個表決結果難道不需要被尊重嗎 這個會議難道不也是一種民意的呈現嗎 因此讓兩種制度都有機會在國會裡面表決 甚至有機會都被試刑 就像蘇永清前大法官所說的 要給他試刑六年 讓這兩種制度都有機會被試刑 我認為才是符合那個表決結果 除非這個私改國次會議是不需要被尊重的 另外一個失望的理由 是作為立法院的一個機構 如果要保持中立的話 在司法院只提參審制的情況之下 執政黨的立委似乎也不應該太早表態 如果你們一定要提的話 是不是也應該把兩種草案都提出來討論 這樣是不是比較妥當一些 但是我們只看到一個參審的草案 現場我們聽到過許玉秀前大法官 提出了許多根據傳聞的證據 就是民間團體和司法院協調的時候 司法院答應要提出兩個版本 到最後卻只提出一個版本 為什麼 司法院好歹也是公家機關 也使用了許多國家的資源 應該要有能力去提出另外一個版本才對 就算他們不願意相信民間 民間團體 民間私改會也很願意來提供的 有這麼多的疑問 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 挑燈驗戰 這樣趕工到底所為何來 謝謝 接著請陳佳華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針對八十九條司法院的這個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針對上訴的部分 時代力量 提出的這個版本是 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符 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所以本條規定涉及上訴權 我們也特別規定 規定清楚宣告死刑的案件 原審法院要職權上訴 事實上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五項 也有一樣的規定 這是基於盛刑 也就是對於刑罰 特別是死刑這種最嚴厲的刑罰 要慎重的思想 我想針對參審陪審 大家辛苦在這裡熬夜的這個審查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六年的這個事行 但是還是要重申參審陪審 其實是可以雙軌避刑 以上謝謝 現在表決實在地獎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黨團實在地獎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反對 主席 香港人 解決結果出席70人贊成3人反對50人棄權17人贊成則少數修正東一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東一條文民黨黨要求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詞曲 李宗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0人 赞成13人 反对50人 弃拳7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明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明党团要求静明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出席70人赞成50人 反對17人 棄權4人 贊成者多數第89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請宣讀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動議增定第83條之一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3條之一 上述於第二審法院除有特別規定外 非以原審訴訟程序或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但宣告此刑罪案件亦得以科刑不當為上述理由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訟程序或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一 法院或陪審團審判之組織不合法者 二 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或陪審員參與審判者 三 禁止審判公開非依法律規定者 四 法院所任管轄之有無系不當者 五 法院不當受理訴訟者 六 除有特別規定外 一 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進行審判者 七 被告未或實質有效辯護情節嚴重者 八 除有特別規定外 未經檢察官到庭陳述而為審判者 九 應停止或更新審判而未經停止或更新者 十 當事人申請調查之證據 原審無正當理由未於調查或駁回其申請 十一 未於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者 十二 除有特別規定外 以受請求之事項未於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者 十三 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或陪審員參與判決者 十四 判決說災理由與平決結果矛盾者 宣讀完畢 請求證治委員發言 請求證治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 那從八三條之一是實例的這個上述制 那我順便也回答這個剛剛吳秉瑞委員的這個疑問 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這個上述制 他基本上他是用了方式就是說一個法律審的概念 也就是說判決違背法令的情況之下你才可以上述 包括就是說法院或者是說陪審團的組織不合法 或者是說有這個禁止審判公開或依法規定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呢並沒有所謂的不能夠上述的問題 而是說當你用一個比較堅實的這個陪審制在一審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的勞力時間費用 然後你投注了這麼多的這個心力 然後在一個比較堅實的一審的情況之下 當然相應的你的二審或者是說接下來的三審就會做適當的限制 也就是說原則上是用法律審的方式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反而是司法院的版本是很怪的 就是說你多花了五億你說你這個有六百件花了五億 那之後呢到了二審的時候又是跟原來的一樣 四十審然後事實上職業法官可以再把它推翻 所以這個是非常反而是這個這個司法院的版本 讓人家感覺非常的奇怪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談到這個判決書的部分 事實上判決理由 我國的台灣的這個判決理由是從德國來的 那德國的判決理由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說它認為你的建構的所謂犯罪事實 必須要透過一個理由去論證 所以它的叫Guten Artistia 就是說它的事實在這邊 它後面會有一個 它把它這個理由寫出來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歐陸的東西 那裴審制是不是能夠可以判決書 當然可以 在歐陸的許多的國家西班牙比利時 他就是這樣做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 裴審制並不是說 在這個評議室裡面馬上碰出來說 無罪有罪的評議 不是 它是一個一個重要的爭點 他都去處理到 而法官其實都在場 在指揮訴訟 所以針對特定的重要的爭點 他每一個每一個一直去的時候 到了評議的時候 他當然堆砌了一個往有罪 或是往無罪的道路 所以就這部分 應該是說到了評議室的時候 然後這個陪審團去做評議 可是在那之前 重要的爭點 事實上都已經有釐清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施法院這樣的方式 當然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一個宣傳的方式 那是不是說 能夠在一個兼顧到我國的現實 跟這個理想之間 然後實施一個陪審制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可行性的 過去的許多的先進也是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來請醫師人員看一下狀況 謝謝 好,包園會人跟機器都休息十分鐘,現在休息 好,包園會人跟機器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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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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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